我是謝澳洲 我是張借凡 訂閱新聞大白話 YouTube頻道 開啟小鈴鐺 最新影片立即通知 政治平息第一手掌握 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現場 接call in了 首先上線的是台北的吳先生 吳先生請說你好 我是要講郭台銘 真的年紀那麼大了 講話笑死人 還叫人家讓給他 他老婆怎麼非要讓給人家 對不對 這種東西可以讓 還有說什麼 賴正義不請他的話 他如果當總統 第一個要查他的稅 拿國家的機器 要打壓他不喜歡的人 對不對 郭台銘講這種話 真的是 一點休養都沒有 還想當總統 台灣有這種總統 就真的完蛋了 對不對 好 謝謝 所以大家支持南國瑜 好 謝謝台北的吳先生 謝謝你 接下來是桃園的 林先生 你好 你好 請說 昨日郭民黨 他大勝了15個縣市 他就情況就很好 就因為韓國瑜 韓柳選上高雄 然後 然後他心裡又想選 選總統 結果 他的 還有五點聲明 什麼背後開槍很多很多 他聲勢就下滑 民進黨 民進黨如果是 賴清德選的話 他們會分裂 如果國民黨 現在如果是 如果是韓國選的話 也是很有可能會分裂 好 謝謝 桃園的林先生 下一通來自高雄的 張小姐 張小姐你好 你好 請說 我想要說的是 我最近看了新聞就是 他們憑什麼要拆我們 那個我們韓市長的家 雲林的家 你是疑問嗎 對 我的疑問是說 因為他如果有涉及 違建的部分就要拆 如果沒有違建 要還給他清白就這樣 對 但是那個主體 那些那個什麼 謝長廷 蘇貞昌 他們的違建 他們的那個農地違建 為什麼他們沒有拆 現在已經被拆開了 謝長廷跟蘇貞昌有嗎 有 謝長廷也有 在宜蘭 好 我們再來追查 查查看 謝謝高雄的張小姐 謝謝 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的是 剛剛也有網友說 很久沒有看到馬前總統的新聞了 好 今天就有他的新聞了 這是他之前被指控 泄密罪的部分 偵辦了兩年 一開始一審是無罪 二審是改判四個月 現在高院的更衣審是認為 當時的檢察總長黃世民 他是主動要求見馬前總統 然後告知這個關說案的 所以馬前總統 只是被動的接受 今天已經確定 全案無罪定言 前面拜託到底下 每次出題都以我無罪 作為開場白 前總統馬英九被指控泄密罪 案件審理兩年多 高院更衣審十二號宣判 馬英九無罪定言 沒有證據可以證明被告 跟黃世民之間有所謀意 因此黃世民所為的 跟被告所為不能相互混淆 本院認為無法證明被告 就長官所起訴的泄密 違反通訊保障監察法 還有戈資法的犯罪事實 達到有罪的刑證 六年前當時的檢察總長黃世民 把柯建民和王近平的司法 關說案偵查內容 報告給馬前總統 馬英九又把相關偵查秘密 泄漏給時任行政院長江一華 以及總統府秘書長羅志強 遭泄密罪起訴 一審法官認為馬英九行使 怨劑調解權無罪 但二審法官認定 本案未涉及怨劑紛爭 馬英九身為元首 明知偵查中的案件 應該保密還執法犯法 改判四個月徒刑 可一顆罰金十二萬 最高法院今年初發回更審 沈盤長認為 黃世民主動告知關說案 馬英九是被動接收 兩人不是共犯關係 全案無罪確定 馬前總統卸任後 歷經不少官司 但都獲得無罪定言 謝敏役歷經兩年審理 一度被判有罪 但他仍堅信自己清白 TVBN新聞 王新郎 監獄錫中江南 SNG小組 台北報導 2013年馬王政爭引發社會關注 民進黨立委柯建民 更是控告前總統馬英九 涉及泄密等罪 今天高等法院更一審 宣判馬英九無罪定言 今天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對此回應 尊重司法 本來就沒有什麼所謂的政爭 就是要大家互相的疼惜 剛剛最新出的結果說 馬前總統的洩密案 現在已經確定是不會定念了 您怎麼看這件事情 是 我們尊重司法 那有人就說 那這樣子是不是馬王政爭 這件事情就已經告一段路 本來沒有什麼政爭 沒有 依然還是一樣 大家互相尊重 互相疼惜 好 蔡總統這一次訪問過境紐約 可以說成績相當亮眼 有很多的突破